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30分钟一起掌握两岸新闻时事焦点 那么台湾原本在72个国家设有110个代表处 那么在中国大陆打压之下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最近又增加了一个 就是8号在东欧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 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正式挂牌运作了 那么也成为台湾在欧洲国家成立第一个 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 我们知道立陶宛在1991年是跟中国建交 那么在中国大陆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在国际间打压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开设外观是深具意义的 我想在国际政治上显示双方关系是友好的 应该是可以在进一步的深化发展 尤其在中国大陆强力反对 还有立陶宛立抗中方施压 各自都召回的驻外大使之下 我们设立的代表处 未来是不是还可能会形成进一步的效应呢 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即十月下旬台湾投资经贸考察团 前往斯洛伐克捷克还有立陶宛 还有我们的外交部长吴昭燮 也访问了斯洛伐克跟捷克之后 前副总统曾建人在15号到21号这几天 他也硬邀前往波兰跟立陶宛来访问 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这几年来 台湾和中东欧国家互动很频繁呢 经贸实力之外到底还有哪些的因素 那么在连结我刚提到经贸 还有应该是我们的民主 这样子的一个坚守 未来会怎么样来发展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台湾欧洲联盟中心执行长 郑嘉庆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执行长您好 谢谢主任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先谈到这次我们前陈副总统呢 他前往这个波兰还有立陶宛的访问 在15号的时候他已经出发 那么是应这个波兰奥斯威星比克脑基金会的邀请 这个基金会呢是为了纪念二战期间 在纳粹集中营的受难者 还有幸存者所设立的 他参访的纪念馆相关的文物史料 并且见证为感念台湾政府捐助 而特别捐科的这个牌匾揭幕仪式 看起来是波兰民间的邀请 不过其实呢最近大家如果施打疫苗 其实有些人是打到波兰 他赠送给我们的AZ疫苗 因为在9月份的时候 我想这双方的这个友谊呢 从这里可见一般虽然是一个民间的邀请 但是怎么样来看波兰对台湾的互动 这么的友善呢 当然波兰跟台湾的近期的关系 从他们将驻台的这个机构的名称 从华萨经贸办事处改为波兰在台的办事处 那也在台湾设立了波兰投资局 就是说在外交部这个相关驻台的这个办事处以外 还特别增加针对双边投资的部分 有一个专属的机构在台设立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就波兰跟台湾的关系 这几年事实上有逐步的加温 当然还是聚焦在这个经贸 或者是投资关系的互动上面 当然就是说波兰在高等交易的部分 事实上跟台湾的联系非常多 很多台湾学生事实上 到波兰去念相关的这个疑科的这个学业 所以说双边的这个交流 本来就比较平凡 更何况波兰事实上是中欧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那他也是这个所谓的VIVO成员之一 所以波兰也很积极的开拓跟外界的关系 那他在工业的领域上面事实上 也是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因此在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合作上面 事实上他们也积极的对外寻求合作的契机 当然更主要是这个相关大家在民主人权的历史的转型过程当中 有一些可以跟台湾是有共鸣 或是可以有相互辉应的部分 当然这次曾经副总统他到访这个波兰 那最主要是事实上我们跟波兰这个基金会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有签了一个备忘录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等于是来这个透过这个基金会或博物馆的这样的交流 让大家共同关注这个人权的议题 可以在双方的交流项目当中 也可以有积极的具体的合作项目 当然这个基金会事实上是非常有名的 2019年德国的美克这个总理就到访过的 这个集中营到访过这个基金会 那当然是2019年的时候 刚好这个基金会的十周年 当然所以我们发现我们2020年事实上 就跟这个基金会有更密切的这样子合作表录 表示说我们在跟欧洲的国家在相关的议题上面 事实上有很多可以具体的合作 不是只有官方 而且是有这个民间的这个交流 那透过民间的交流使得双方可以来深化彼此所关注的议题 那么至于谈到官方的部分的话 波兰官方的立场是如何呢 如果对于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个交往的政策 他是怎么样来做一些哪里或界定的呢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波兰跟台湾 在这几年也签了蛮多相关协议啊 就是说特别这个司法交流互助啦 夹照的这个相互承认啊等等 事实上波兰都在等于是我们跟欧洲国家交往当中 很具体的甚至事实上是需要 我们会通过了相关的合作的这些项目 那波兰是事实上都非常保持高度的兴趣努力 虽然这个当然相关的谈判或是协议 准备其实算是花点时间 可是因为发现最终他们仍然有这个意愿 那跟台湾的签署相关文件 那可以凸显出波兰事实上 只要是有利于双方人民 或双方这个交往合作的项目 他们在经过这个非常务实的评估之后 他们也是有意愿来持续的推动 好 跟台湾之间文教经贸 司法互助这个方面都有一些合作 还有一些备忘录来推动 显现在经贸之外呢 这些都是可以来促进双方的关系的发展的 那波兰在跟欧洲方面 包括欧盟或欧洲的联结又是如何呢 当然这个最近大家如果关注欧盟相关的发展 也可以很轻易的看到波兰跟欧盟之前有一些 对于相关内部司法制度 或者是相关法制上的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再加上最近这个难民议题在起 那白俄罗斯那边过来的这些难民 那这个事实上抵达的就是波兰的这个边界 那波兰当然采取是比较保守 甚至比较强硬的态度 拒绝这个难民的路径 当然针对这个部分 欧盟从一开始认为说欧盟不应该对于这个会员国 有任何这个所谓的边界的围墙设施的这个建设 要提供任何的经费 到前不久事实上欧盟也针对了这个所谓的边境 围墙设施的部分也同意可以考虑提供相关的这个经费 当然这最主要还是在于过去在移民危机 或所谓的难民危机上面 欧盟事实上面临着不少的挑战 部分的会员国 特别是在第一线的会员国 对于这样子的过去的这个经验 事实上还是历历在目 因此他们不希望 特别是在现在是疫情的期间 对于这个边境的管控上面 或是人员的交流上面 事实上大家也更去保守 所以如何能够安置这个所谓的难民 或者是移民的问题 应该是大家关注焦点 可是这次相关事件 当然是因为在没有经过任何的 这个协商之后任由移民或者是难民 接近这个或者试图要进入欧盟的边境 所造成的一些纷争 当然这个面对于这个疫情 面对于过去或是移民的危机 或者是内部政治情势的发展 发现这个大家事实上就越趋向保守 所谓的这个强势领导的趋势 事实上也不只是在欧洲 在很多地方事实上也都是逐渐的显现 那在这个危机当中 当然人民对于所谓领导人的领导力 跟强势的或者是甚至有点像独断的 这样子的领导力 事实上是有点灰色地带的 但是如何能够让这个大家在 不同的内部因素考量 仍然能够维持在欧洲整合这个竞争上面 大概是目前欧盟遇到的问题 但波兰确实它在相关的意理上面 这个面临跟欧洲 欧盟的关系相对比较紧张一点 当然欧盟也考虑如果波兰没有改善的话 因为毕竟对于欧盟来说 你任何参加欧盟的会员国 都有一些基本的价值 有基本的法治 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条件必须要遵守 所以如何在面临危机 以及维持这个欧盟整合的这个标准上面 取得一个平衡 大概是现在目前 波兰跟欧盟的所遭遇到的这些困境 好 非常谢谢执行长 为我们解析波兰的一个国情正情 那么跟欧洲欧盟国家的一个互动关系 因为我们跟波兰能够在经贸 还有文教方面各方面有一些合作 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有一些连结 要了解他们目前对外的一些策略 跟所采取的一些做法 这是在节目前半阶段 我们非常谢谢台湾欧洲联盟中心执行长 郑嘉庆观察就是我们陈前副总统 在波兰还有立陶宛的访问 那么了解这些国家跟台湾的互动关系 稍后节目后半阶段 我们就要转往立陶宛这个国度 那么双方的一个互动关系如何 我们节目稍后来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 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 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岸ING 我们节目持续访问台湾欧洲联盟中心执行长 郑嘉庆 那么继续要请执行长来跟我们聊聊的是 立陶宛这个国家 立陶宛大概人口是280万左右而已 北林拉脱维亚 东边是白俄罗斯 那么南方就接到刚才所谈的波兰 大概在1991年 他是从苏联独立以来就走向自由民主 也跟台湾一样 总统是有人名直选的 当然跟台湾也有这个经贸往来 就跟我们跟波兰是类似的 那么中东欧三国经贸投资考察团 当时是由国发会主委 郭明星所率领 10月下旬就已经成功访问了立陶宛 双方当时就签署六项合作备忘录 那么进一步的投资合作 显示他们的对外政策 请指引长来跟我们谈谈 对照一下波兰 立陶宛对外发展的策略是怎么样呢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双方官方有个直接互动窗口 这个代表处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万事俱备只见东风吗 你怎么样来看呢 当然立陶宛跟台湾关系 是在近年这个发展 相对来说是比较快速 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在于说 立陶宛经过选举 也有新的政府的产生 那他们采取了跟过往政府 比较不一样的策略 差异在于说 中国大陆跟立陶宛的关系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在一带一路的在欧洲的布局 从过去的这个立陶宛政府 他们事实上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 一带一路协助整立陶宛 在自己的经济发展或是产业转型的部分 能够有一些斩获 但是当然这样子的期待 事实上最后他们认为说 相关的合作的这个倡议 似乎没有符合立陶宛的期待 再加上政权轮替之后 新的政府对于跟亚太地区发展 更紧密的关系 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因此他们希望能够积极的开拓 在这一所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 跟相关国家的合作 那当然台湾在这个地区上面 事实上算是非常显著的 那不管是在产业的链接上面 在经济合作上面 在贸易投资上面 事实上台湾都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 当然这个疫情更使得 这个台湾在欧洲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那立陶宛也希望能够让他们的国家 跟人民甚至相关企业对于印太地区 有更深入的了解 就是说过去可能比较专注在 跟某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上面的合作 但是现在他们希望能够多方的 跟区域的国家 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立陶宛 他们在对外宣布 跟台湾相关的合作上面 他们一定会提到 这是整体立陶宛对于印太地区的 一个合作的心态 希望能够逐步的开拓 跟相关国家的合作 就诚如执行长您所提到的 立陶宛现在着眼 在印太亚太地区的一个发展 那这样的路径好像是跟美国 这几年所倡议或强化的 是不谋而合 这个怎么样来看呢 当然就是说我们过去 可能是以所谓的亚太地区来称呼 那后来改成印太 当然这也是因为 美国对于这个世界局势 或相关的战略规划 等于是印度的部分也包含进来 所以印度太平洋的这个概念 来把描述这个地区的关系 这当然比过去所谓亚太的 这个地区的概念 有更宽管一点 那当然所关注的焦点 也会随着美国政府 对于这个地区的关注 有所改变 当然在之前美国在欧巴马时期的时候 就有这个所谓 Pivot to Asia 就转向亚洲的这样子的作为 那事实上也强化跟这个所谓 太平洋岛国的相关的关系 那这个在川普总统 Jurian以后 他事实上更直接的 这个以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战略 来开启他对这个地区的相关的交往 那他的交往方式实际上是 以双边的合作方式 而不是以过去与多边组织 透过不管是APAC 或者是WTO 或者是跟这个所谓东协的 相关合作的多边组织 而是透过一对双边的合作 因此这样子相关模式 当然也会引起其他国家关注 认为说或许可以直接的 跟这个地区的国家 开启双边的合作 或许在这个疫情 或是在世界的政治的趋势上面 更为直接可以获制双方说 有意合作的项目 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看到 事实上其他国家 也纷纷的发布所谓的印太的战略 特别是欧洲国家 在法国德国荷兰等等国家 都有相关战略的颁布 那欧盟也有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的公布 那欧盟对于印太战略的规划 当然也会影响会员国未来 跟这个地区的相关的发展 所以这是相互的 有会员国先针对这个地区 有他们的规划 有他们的兴趣 那欧盟一个整体规划的方式 希望能够把其他上位 有印太专门战略的会员国也带进 大家在一定的共识跟基础上面 能够促进双边的发展 因为毕竟欧盟当然是在对外事务上面 有这个专属的这个权限 可是很多投资相关的议题 还是属于会员国的权限 也就是说会员国要招商引资的话 基本上还是要透过自己 跟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来强化关系 现在立陶宛呢 其实我们可以乐见也期待 就是说在台湾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之后 未来他们在台北也会设立代表处 因为立陶宛的国会在9月30号 已经顺利完成修法 是允许立陶宛政府到台湾设立代表处了 刚刚也有提到立陶宛跟台湾互设立代表处 受到中国强力施压 不过他们并没有退缩 同时在当时也获得欧美国家声援 而持续提到立陶宛 虽然是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森林小国 但是它这样一个模式 会不会在中东欧国家 或说在我们刚提到的像欧盟一些国家 可能会有一些示范骨牌效应呢 大家虽然会有经贸的考量 可是呢 当然台湾也并非是有这个零和的思维 您怎么样来看呢 事实上这个立陶宛他们在说明当时 为什么会起心动念的跟台湾强化关系 最主要就是他们到台湾的时候 发现波兰在台湾有设办事处 也有相关的投资局的设立的规划 那他们觉得如果波兰都可以在台湾有相关的 不管是办事处或者是甚至投资局的一个设置的话 为什么立陶宛不能够跟台湾有相类似的安排 那更何况也不是只有波兰的这个欧盟的会员国 包含欧盟大概15个办事处在台湾设立 那当然这个有些过去像爱兰有设论办事处 后来没有了 所以就是说各个会员国会依照他们自己 对于相关地区国家的这个交往的需求 来决定是否要设立专属的对口的机构 那当然你会发现说 事实上因为外交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不是所有国家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设立办事处 或相关的这个驻外的这个机构 那所以机构的地点的选择 就会依照他们本身国家的 不管是这个交往的亲疏 或者是相关政策的这个优先的顺序来选择 那因此就是说如何维系 或者是让台湾在其他国家对外交往的位阶上面 能够更为凸显 大概就是我们台湾从现在到现在都非常积极的事情 那这个其他国家也会因为外在这个环境的变化 或者是政策的改变 或者甚至另一步 不管是政治或社会的这个改变 而他们会有不同的目标 所以在双方有一定的利益的 或者是合作的共识之下 当然就会展开进一步的 是不是要有一个专属的对口机构 能够更具体的更快速的 更能够来回应相关人民机构公司 或者是政府间所必须要处理的事物 所以也不能说它是首例 当然大家会从名称上来看 觉得说我是不是欧洲国家的首例 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的话 就是欧洲国家 还不是说欧盟 就是有欧洲国家 能够考虑在台湾设立相关的机构 来强化双边的关系 当然欧盟国家相对容易一些 因为欧盟本身也是鼓励 这个会员国多方去交往 又有27个国家作为 不要说后盾 它就是一个27个国家的一个共识 很多的合作可以在欧盟会员国内相互的参考 比如说你跟台湾做了什么样的合作 这个合作如果可以应用在我们跟台湾的双边关系上面的话 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来采用 那在欧洲但非欧盟的国家 相对来说 他们也会看到说 如果越来越多欧盟国家跟台湾有一些合作 而且有具体的成效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不也跟台湾有一些接触 甚至来看看双边的人民商务或者是投资 有机会争取双方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不算是所谓的骨牌效应 但是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所谓的最佳经验的分享 我如何在面对于疫情的时代 如何去保障我国民国家的利益 那用什么样具体的合作方式 选择什么样子的可靠的伙伴 来增进双边的这个利益 我想这是大概其他国家考量的一个重点 台湾当然台湾可以帮助 我们不是只有在疫情或是口罩或是人民的交流上面 我们在产业的链接 产业的供应链上面 甚至半导体上面 我们都有和其他国家合作的非常好的基础 我们乐见欧盟跟台湾在经贸上有进一步的合作机会 我们看到在9月中旬的时候 欧盟就发布的印太合作战略共同报告 首度明确纳入台湾 那么根据这项共同报告 欧盟就说要跟台湾在半导体 紫通讯资料保护跟其他战略产业来加强合作 而在今年的10月中旬的时候 也有一个2021投资欧盟论坛 那么欧盟支委会的贸易总署长 魏恩德他就说 欧盟跟台湾是可以在原物量 电池 还有原料药 轻能半导体 还有云端跟边缘运算科技 这六大领域来进行合作 所以我们也乐见这新杀机深化台欧的伙伴关系 好 最后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中国大陆呢 刚刚提到就是说 立陶宛呢 就是要在台湾设立办事处 那么台湾也在立陶宛设立一个办事处 那么中国大陆当然是反对的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 其实立陶宛呢 也是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所规划的 一个路径的一个国家之一 那中国大陆虽然是在表面上说 是反对态度极其强硬 但是他不至于会放弃 在中东欧国家的经营吧 但是施压看来目前是没有办法奏效 有可能改变策略吗 还是说你怎么来看中国大陆的态度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在欧洲的交往 或者是联系一带一路 或是过去的所谓的17加1的平台 事实上是中国大陆跟欧洲对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 那当然这个立陶宛这个退出17加1 也彰显出欧洲国家对于 现行的交流的框架 或者成果事实上是不满意的 那当然同时间也有新的欧洲国家 加入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一带一路或者是 这个16加1或者17加1的这个框架 所以也就是说 目前中国大陆大概也还没有思考 说是不是他们要改变 他们相关的这个合作的模式 因为有些国家可能也很适合这样子的模式 也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模式 那当然就是整体欧洲对于这个一带一路的反思 那当然中国大陆也了解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很多的投资项目事实上是所谓的民间企业所承包 然后因为相关商业的这个纠纷造成这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如何去改善这些 其实大概也是中国大陆希望能够逐步解决的 那但是整体上来看 看不出中国大陆会有要改变说 一带一路或者16加1这个平台 那当然就是双方合作一定是在双方的共识之下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在相关欧洲国家参与这个所谓实习 16加1的这个相关的会议上面 显得更是保守 甚至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那这个大概也是中国大陆思考 他们怎么样去面对欧洲国家 对于过去中国大陆对欧洲的投资的策略 或交往的策略 或者是近期中国大陆在欧洲相关的言行举止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 可能有所谓的战狼外交的这样子的这称号 你看出来 实际上是对欧洲国家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 所以中国大陆的因素一定会存在 那它也不可能从欧洲来消失 因为欧洲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也就是第一第二的这个贸易伙伴 所以不可能放弃 双方都不可能放弃彼此 所以为什么欧盟强调 他们是要独立自主的策略 不是说跟随美国跟随中国大陆 而是一直到欧洲自己的步伐 跟其他国家交往 因为这个中国式的投资经营的策略 是不是在欧洲这边 会有一些戒心呢 我们会持续关注 谈到这国际政治是很现实 其实也是很务实的 那么各国都会本着国家利益考量 来对外交往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几年 台湾跟中东欧一些国家互动往来 更会解密 应该可以说台湾的经贸实力 让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坚守 这样一个连结 相信应该会解交部部的好朋友了 好 我们在今天非常感谢 台湾欧洲联盟中心 执行长中加气 我们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执行长 谢谢你 爱一些听众朋友 谢谢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